在这座鞍蠢养殖基地 数万只鞍蠢挤在一个个狭小的牢笼里 主人负责喂养它们 而它们唯一的职责就是喂主人下蛋 相对于野鞍蠢过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神仙日子 这些人工养殖的鞍蠢的生活是多么的能造 作为三大家禽之外的蛋禽 别小看着一只鞍蠢 它产出的鞍蠢蛋在营养上可丝毫不输你平时吃的鸡蛋 鞍蠢蛋被认为是动物中的人参 在营养上的独到之处是鸡蛋不能逼的 因此才有了卵中佳品的美育 别看鞍蠢的寿命才两年 它一生却能下三百多个蛋 是名副其实的产蛋王 当鞍蠢们采下一定数量的蛋后 自动收蛋系统将这些蛋收集起来 筛选出新鲜完整的蛋 主书的鞍蠢蛋会被这台专业的去核鸡胞去外壳 清洗干净后就可以进入卤质环节了 工人将特制的卤料与鞍蠢蛋充分融合 卤质完成后就可以打包送往大家手上 这块严筋铺子的鞍蠢蛋 九块九就能到手 二十一个是一只鞍蠢二十天的辛苦付出 鞍蠢蛋口感嫩滑弹牙 卤质的非常入味 蛋黄也是沙沙的口感 有多种口味供你随意挑选 喜欢薅羊毛的朋友 左下角去看看